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再過幾天 就是我們的端午連假 特別要趕在連假之前來看各位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代表國人 感謝所有的國軍 我們的弟兄姊妹的付出 因為有各位的堅守崗位 國人才能夠有安心的連假 我說過 和平所仰賴的 就是要有堅實的國防 臺灣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議員 也會盡全力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近來 無論是中英邊界的衝突 或者是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我們也都密切關注情勢的發展 我們要捍毀國家主權 確保區域和平穩定 國軍就是最重要的力量 下個月將舉行漢官36號演習 我希望所有的國軍官兵 在演習中都能秉持 要敵從寬 欲敵從嚴的態度 徹底發揮平日的訓練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 是一支只戰而不拒戰 備戰而不求戰 能夠保衛國家的鋼鐵盡力 我也相信透過下個月的實兵演練 將提升各位的戰鬥力跟意志力 打到更堅強的國軍 最後 除了再次謝謝我們國軍弟兄姊妹 犧牲陪伴家人的時光 堅守崗位 我也要特別感謝各位家人 因為有他們的支持 才能夠讓各位沒有後部自由保衛國家 大家辛苦了 我們繼續加油 謝謝大家